大家好,对于在《轴线剧情回谷》系列第三期视频当中阿普提到的《巨龙战争》这本背景历史书 在这期的《阅读上古卷筹》系列当中,阿普就继续通过图文说明 与大家分享一位背景当中的历史学家对于这场远古战争的研究成果 《巨龙战争》,托尔哈尔·布乔里克著 在神话纪元时代,当伊斯格拉末第一次踏上泰姆罗尔大陆的时候 他们也带来了对动物神奇的信仰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史前人类的信仰实际上就是如今的圣灵 只不过当时是以某些动物图腾的形态出现了而已 他们将鹰、狼、蛇、鹅、骁、金、熊、狐以及龙当作神来崇拜 如今你在天际的古墓当中探险时 依然可以时不时看到刻有这些动物图腾的破碎的石碑 龙是这些动物当中最强大的 用古诺德语来说是叫德拉贡 偶尔也有人用多瓦来称呼他们 但如今这种语言及派生语言都已经无从可知 因为在当时除了龙祭祀以外 任何人都不被允许使用这种称呼 那些大型神庙就是用来敬奉和祭祀龙的 这些神庙如今大多变成了废墟 无数的尸鬼与不死的龙祭祀在其中游荡 龙族将自己标榜为人族之上的神王 毕竟他们的外表就被塑造成了阿卡托石的形象 当然他们也在每个方面都胜过了其他渺小软弱 并崇拜他们的生物 对龙来说力量就是真理 他们拥有力量所以必然也是真理 龙赐予了龙祭祀少许力量换来了绝对的忠诚 反过来说龙祭祀的地位也与皇帝无异 而龙当然对统治之类的小事毫无兴趣 在阿特莫拉·伊斯格拉末及其死民曾居住过的地方 龙祭祀通过纳贡体系设立法典和行为准则 维持龙与人类的和谐相处 但在泰姆尔大陆龙祭祀却没有那么仁慈 或许是因为某个野心勃勃的龙祭祀 或许是某条龙 又或许是王室积弱的原因 简言之龙祭祀用铁碗强权维持统治 奴役人民 因此之后当民众起来反抗时 龙祭祀进行了报复性的镇压 而当龙祭祀收集不到贡品 控制不住民众的时候 巨龙的反应是迅速而又残酷的 巨龙战争就由此开始 一开始人类成千上万的死去 古文献显示有少量的巨龙 站在了人类这一边 但无人知晓其动机 九圣年的祭祀宣称是 阿卡托时亲自干预了死士 人们从这些龙身上 学到了用于抵抗巨龙的魔法 胜利的天平开始向人类倾斜 而巨龙也开始出现上网 这是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 最终龙祭祀的政权被推翻 龙祖被大量屠杀 幸存下来的也都四散而逃 转而生活在远离人类的地方 而拜龙教经过改革 幸存了下来 他们修建了龙墓 又已埋葬在战争当中 陨落的那些巨龙 他们相信 总有一天巨龙会回来 并回报他们的忠诚 那到此这本巨龙战争也就读完了 通过这里面的内容 我们也就知道了 正是因为古墓的人都有动物神灵崇拜 所以在他们的众多古墓当中都有刻着各种动物图腾的石碑石板或者是石门 然后通过这场巨龙战争的结局 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在天际省的各地会有这种巨龙墓地 那当然从之后奥都因的所作所为 以及更长远的时间角度来看 当下天际省所经历的 其实也可以称作是第二次巨龙战争 而最后说几题外话 那这场上古卷轴世界观当中的巨龙战争也让阿普联想到了刚刚结束的冰与火之歌世界观当中的龙之家族的第一季 因为这部质量远超阿普预期的美剧 接下来的第二季也将呈现一场巨龙战争 也就是所谓的群龙乱舞 Dance of the Dragons 而虽然这两个世界当中的两场同名战争背景各不相同 但结局却颇有类似之处 另外就是关于《上古卷轴舞》与《冰与火之歌》 可能有的小伙伴也知道 这两者确实是有一段有趣的往事 也就是当年币舍在开发《牢滚舞》之前 乔治·马丁的团队就找过币舍 想要授权他们开发一款《冰与火之歌》题材的游戏 并且当时双方也一度认为 两者各方面都非常契合 然而根据套者的说法 最后经过仔细的权衡 币舍的开发团队 当时则是更加愿意在有限的时间内 塑造他们自己的世界 因此最终币舍也就与《冰与火之歌》擦肩而过 当然这同时也就成就了经久不帅的《牢滚舞》 那好啦 今天这部视频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类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订阅或者是大赏支持 所以我还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